就是烏克蘭的人 他們怎麼向小孩解釋戰爭是什麼 全世界誰能 合理化的理解 為什麼這樣的行為會發生 所以小孩會承受許多 未來需要處理的事情 在你去的最後那段時間 大部分人是已經比較 可以習慣這件事情了嗎 他們可以很正常的吃三餐 他也可能在跟你採訪到一半的時候 因為終於有人願意聽他說話了 然後 就要徹底崩潰 當台灣我們這個土地上的 空襲警報想起時 其實大家也會做好準備 我們平常聊天內容 絕對不可能是什麼 戰爭之類的東西 大家抱著一個就是心存僥倖 就覺得好像應該不會打過來 就是這種心態在講 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讓最糟糕的結果不會發生 東西 什麼 那